爱美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妮妮 我是天娇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过来人给初次做双眼皮的学生几个忠告 说到这个忠告的话呢 我就觉得是 首先以我个人的想法来说的话 我认为首先 这个医生的学生 院长和医院的资质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在做手术之前 首先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来接受手术 包括咱们在选择院长的时候 也要去看院长的履历 以及他有没有正规的行医资格证 然后包括也要多去了解一下院长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院长他擅长做什么样的手术 然后他这个手术做的是 就是口碑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在术前要好好的去了解的 其次的话 咱们这些把医院和院长选好以后呢 我的建议是大家最好是到院是亲自去面诊一下 来跟院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让院长来给你亲身的这样去设计一下 然后等这些流程全都进行完以后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在进行手术之前 你首先要对自己的手术的方案要了然于心 就是有很多的宝宝 他是稀里糊涂的就去做了这项手术 你做完手术之后 你眼睛动了哪部分 比如说有没有开前眼角 有没有开上眼角 这个他都不知道的 所以呢就是这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所以呢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在做手术之前 一定要好好地了解好自己的手术方案 对 而且有的做双眼皮 手术不仅是要做双眼皮 还要考虑到这个提及的问题 很多宝宝不了解这个问题 只是觉得做一个双眼皮 割完双眼皮很简单的手术就完事了 但是我们也是要 刚才说的是要一对一的去跟院长去沟通 了解自己的方案 最主要的还是要知道院长的履历 还有这个有没有医师资格证 因为有些宝宝的话呢 就盲目地去涂这个便宜的手术 去定手术 直到手术结束后 他才知道这个医院 不是自己想要的这种效果 包括像咱们之前聊到的就是 咱们在选择这个双眼皮的线条的时候 是不可以去盲目地跟随潮流的 就比如说有很多宝宝 他会直接拿着一个明星的照片 去到医院去找院长说我就是要做成这样的双眼皮 其实咱们眼睛的条件的话是可能是做不到这样的情况的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多听一些专家的意见 对 不要不听哦 因为不听的话呢 就不适合做会做出这个不适合自己的双眼皮 虽然是达到了那个线条效果 但是没有听院长的建议的话呢 最后还是会不满意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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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说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